深夜浅读 基本上已经结束 所有的宾客也都走了 而这个时候 大姨也迫不及待地想要走 但不成想 却被舅舅拦了下来 舅舅问他这么着急走干嘛 账还都没有算清呢 此刻大姨再也忍不住了 怒吼着舅舅 说他没有良心 到了这个时候 竟然还要算账 可舅舅才不管这些 必须要把这个账给算明白 算清楚 姥姥有三个孩子 前两个都是女儿 所以说到舅舅出生的时候 不管是姥爷还是姥姥 都十分地高兴 对舅舅个人宠爱有加 在他们那个年代 姥姥家日子过得 还是很一般 但舅舅却从来没有干过任何活 在大姨和母亲 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家里面的活 几乎都被他们两个所承包了 当然 更多的时候 是大姨在干活 因为母亲比较偏小一点 就经常抱着舅舅 在村子里面走动游玩 大姨十几岁的时候 就被老爷赶出去了 让他出去要饭也行 捡破烂也行 但就是不能在家里面生活了 老爷说家里面人太多 没有东西吃 就这样 十几岁的大姨 就跟着村里人走南闯北 先前是要饭 后来就是捡破烂 然后再是打工 回到家之后 也是帮着我母亲去割猪草 回来喂猪什么之类的 姥姥和老爷 本身就重男轻女 如果不是因为需要照顾舅舅 母亲可能很小的时候 也会被赶出来出去要饭 大概在母亲十几岁的时候吧 老爷出了意外便走了 这下好了 家里面是一个大人带着三个孩子 姥姥每天以泪洗面 说自己的命很苦 而且还有一个儿子需要养着 以后结婚盖房子 那都是麻烦的事情 姥姥从那之后 对大姨和我母亲就更加严厉 让他们两个出去打工赚钱 要帮舅舅取媳妇盖房子 大姨刚刚二十来岁的时候 就被姥姥安排了相亲 并要了很多彩礼和一些东西 她说这些东西都留着给舅舅取媳妇 后来我母亲也结婚了 姥姥要的彩礼比大姨的更多一些 这些钱她全都留下来 给舅舅取媳妇 在母亲生下我的那一年 舅舅也终于娶上了媳妇 只不过如大家所想的那样 舅妈来了之后 也是游手好闲 不怎么干活 尤其是在舅妈坐月子的时候 姥姥一直在旁边伺候着 但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吃的 姥姥就让大姨和我母亲 想办法给她搞一些鸡蛋 鸭蛋或者是红糖之类的 母亲有一次去看望舅妈 舅妈吃剩下的鸡蛋壳 都是成堆成堆的 母亲也哭了 她说自己坐月子的时候 也没有见姥姥这么伤心 然而大姨已经司空见惯了 毕竟她从小就知道 家里面对舅舅更好 而对于她两个人也就那么回事 更多的时候是补贴家用的人 这句话确实如此 即便是大姨和我母亲都已经结婚了 但家里面一到农忙的时候 姥姥就会让我们两家过去帮忙 因为舅舅不干活 舅妈在屋里面照顾小孩 而姥姥一个年纪大的人 实在是无法去把家里面的 几亩地给收拾干净 每次都是我父亲和姨父两个人 在地里面一直干到天黑 那个时候还都是用驾车子拉粮食 每次都要干到很晚很晚 而舅妈也不会做饭 所以说很多时候是大姨或者是母亲在家里面做饭 父亲和姨父两个人干完活回家里面简单吃个饭 又要赶紧回到自己家里 因为家里面的活没有干完 直到我上初一的这一年 母亲查出来了疾病 没有几个月母亲就走了 那个时候我上初中 弟弟上小学 父亲也是因为压力太大 便常年在外打工 我就跟着奶奶生活 印象中也就代仪偶尔会来我们家走动一下 姥姥和舅舅他们却从来都没有来过我们家 尤其是姥姥只会责怪母亲走得太早 还说舅舅的孩子上小 他也没有能力来照顾我和弟弟 也就是过年的时候 父亲会带着我和弟弟去上姥姥家走动一下 那个时候 姥姥会简单地问问我和弟弟的生活 问问父亲的生活等等之类的 甚至姥姥还说我父亲还算年轻 以后再找一个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说再找的话 就不要再来他们家了 其实父亲后来也说 没有打算再找一个 因为自己有两个儿子 这种家庭情况换做是任何女人都不会来的 毕竟压力这么大 谁会扛下来呢 渐渐的渐渐的我们就和姥姥家没有太多的互动 大姨生活也很一般 她和姨父两个人也是常年在外地工作 顶多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会回家一趟 而很多时候都是姥姥给她打电话 说家里的庄稼地要打农药了 要收粮食了 或者是说家里面的房子漏雨 让姥父回家帮忙修一下 大姨说自己很忙 这些事情为什么不让舅舅去弄呢 结果姥姥就大发雷霆 说舅舅怕高 爬不了房顶 还说舅舅没有干过农活 也不会打农药 说着说着 姥姥就哭了起来 她说自己一个妇女养活三个孩子是多么的不容易 没想到女儿结婚了 却再也不理娘家人了 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大姨也是老实的人 每次听到姥姥哭泣的声音 心也就软了下来 便只好回到老家 不是帮姥姥打农药 就是帮姥姥收粮食 或者是在家里面除草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没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们也跟姥姥那边好多年都没有怎么走动 顶多就是过年的时候 父亲会带着礼物去看望一下姥姥 但也只是简单地说说话而已 其他的也就没有别的了 直到这一年 舅舅的大儿子考上了大学 姥姥便打过来电话 把这个消息给父亲说了 其实言外之意就是想让我们拿点钱 后来我父亲跟姥父沟通一下 我们两家每人拿一千块钱 算是祝福舅舅的孩子考上大学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几年之后家里面再次传来消息 那次是夏天 下雨的时候姥姥从邻居家出来 一不小心滑倒了 这下人直接摔进了医院 好像还挺严重的样子 大姨吓得不轻 赶紧从外地回来在医院里面陪护 舅舅打来电话问问怎么样 结果姥姥就说他不碍事 这里有大姨陪着 也不要让他回来了 舅舅看问题不大 并没有再回来 那段时间 舅大姨一个人在医院里面伺候着 父亲也曾去看望过姥姥两次 甚至还跟大姨商量 这个医药费我们两家出 但大姨说 这个钱难道说 不是应该舅舅来出吗 结果这件事就被姥姥知道了 姥姥破口大骂 说舅舅家有两个孩子 舅妈也不干活 所有的压力都在舅舅身上 他一个大男人 一年到头就赚那么点钱 还不够自己家里面花泥 哪有闲钱来看病啊 最后姥姥指定 这个钱要让大姨来出 那次住院大概花了两万多块钱 大姨哭了 毕竟他自己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最后 我父亲拿了一万块钱 交给了大姨 说毕竟姥姥也是我们的长辈 就算没有了我母亲 我们也应该拿这个钱 最后这个钱 算是我们两家拿的 出院之后没多久 姥姥身体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身体素质越来越不行了 甚至走路都离不开拐棍 他身边不能离开人了 这个时候就牵扯到谁回来照顾姥姥这个问题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舅妈 毕竟舅妈不干活 自己每天吃饱了就睡 她是最没有事情的一个人 她来照顾姥姥是最合适的 但舅妈说她可以回来照顾老人 不过我们两家每个月要给她三千块钱 算是照顾老人的辛苦费 而姥姥心疼舅妈 便没有让她回来照顾 却指定让我大姨回去照顾她 大姨没有办法 只好回到农村老家照顾姥姥 然而这一照顾就是一年多 那个时候 大姨的儿子也在结婚的阶段 其实那个时候家里面正需要钱 可是大姨因为照顾姥姥 也不能出去打工 她就算是在心急也没办法 只是每次发愁的时候 姥姥就会骂大姨不孝顺 说为了挣钱 连老人也不去照顾了 大姨也是百口莫辩 只能默默地照顾着姥姥 而按照之前舅妈的意思 谁家出人照顾 另外两家就要给钱 最后我们家每个月给大姨 一千五百块钱 而舅舅这边每个月给五百块钱 不过大姨也不在乎给多给少 她都收下 毕竟要给儿子办婚礼 也是需要很多钱 姥姥在最后的时候 把所有的人都叫回了老家 这个时候姥姥就跟大姨说 等她去世之后 葬礼上所有的开支都要大姨来出 张口就跟大姨要两万块钱 大姨猛了 毕竟照顾姥姥一年多 没有跟舅舅要钱 已经算是照顾他们一家了 怎么连葬礼上的事情也要出钱呢 舅舅也说 大姨是嫁出去的姑娘 葬礼这种事情 怎么能让嫁出去的人拿钱呢 可姥姥不同意 她甚至还瞪了舅舅一眼 她说 我还没有走了 这个家还是我说了算 都听我的 这个钱就让老大出 姥姥向来说话比较严厉 舅舅本身也比较听姥姥的话 最后就没有做任何争取了 姥姥终究还是走了 大姨也确实按照姥姥的要求 葬礼上所有的开支 都是他们家出的 那几天 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去参加葬礼 舅妈和舅舅两个人哭得惊天动地 很多邻居看到舅舅和舅妈哭得那么伤心 都夸他们两个人比较孝顺 还说姥姥最后的时候躺在床上不能动 都是舅妈给她翻身体擦身体 照顾她的所有 照顾她的所有 也不嫌脏 也不嫌累 舅妈就说这都是作为孩子们应该做的事情 没什么好说的 在看大姨 她和姨父两个人忙前忙后 好几天都没有怎么休息过 在整个葬礼上 舅舅和舅妈两个人哭得不省人事了 反观大姨 却一滴眼泪都没掉 葬礼结束了 一直到下午三点左右的时候 所有的宾客也都走了 刚刚还乌泱泱的 院子里面全都是人 如今在看除了一片狼藉 什么也都没有了 舅妈这个时候 直接躺到空调屋里去睡觉了 而大姨也很累 衣服湿了一遍又一遍 这个时候 她简单地喝了一瓶水 便喊着姨父要回家 不成想 这个时候 舅舅却突然间拦住了大姨跟她说 干嘛走这么早 是不想在这个家了吗 大姨面无表情 说 你还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一起说完 说完之后 我就要走 舅舅显然是能够理解 也能够接受大姨 现在的所作所为 便直接拉着大姨 要往屋里走 咱还有账没有算呢 大姨苦笑一下 说 我都拿几万块钱了 还有什么账要算 还要我拿多少钱 也不看看 我家是什么情况 你外甥现在连媳妇都没有取上呢 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舅舅也不解释 便直接拉着大姨到屋里来了 这个时候 只见舅舅从里屋拿出来一个包 里面有个塑料袋 他直接拿出塑料袋 往桌子上一放 这一看大家都知道 这是好几万块钱 大姨看到这些钱的时候 瞬间就猛了 舅舅把所有的钱都推到了大姨面前后说 这次葬礼上收上来的大概有一万多块钱 能与这次的支出基本上能够持平 但眼前的这些钱总共是五万块钱 舅舅表示自己也看不惯姥姥的一些做法 尤其是一直让大姨出这个钱 出那个钱 舅舅说自己作为家里唯一男人 按理来说 这些钱都应该她出 可是没办法 姥姥年纪大了 她又不想跟姥姥多说什么 一旦说多了 姥姥就会生气 生气的话 身体就会不好 她只能顺从着 不过这些年 大姨花的钱 或者是做的事情 舅舅说一直记在心里 她有时候也想把钱给大姨 那毕竟是她的亲姐姐 也知道自己的亲姐姐家里面情况不是很好 尤其是自己的外甥要结婚了 作为舅舅 心里面也很着急 可是能怎么办呢 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姥姥说了算 但凡不称心如意的 姥姥就会生气 就会发火 她年纪那么大了 舅舅的意思是说 能顺着就顺着 等姥姥走了之后 再算一下账 后来发现 这个账不管怎么算都是算不清楚的 最后 舅舅拿出来五万块钱 全都给了大姨 说是辛苦这些年大姨的付出 等以后大姨的孩子结婚 再拿出来一部分钱 舅舅还跟大姨说 以后家里面有什么困难的 尽管提就行 能帮的一定会帮的 大姨看着眼前的这五万块钱 瞬间绷不住了 在姥姥的葬礼上 她是一滴眼泪 都没有掉 但在葬礼结束之后 她却再也没有忍住 开始崩溃大哭了 或许这些年的委屈 终于被人所看到 被人所理解 被人所安慰 也或许是这些年的辛苦 终于得到了认可吧 总之 大姨崩溃地哭了起来 舅舅跟她说 作为弟弟 没有很好地照顾姐姐 心里面有愧 作为家里边唯一的儿子 有时候 没能够劝告自己的母亲 不要这样做 不要那样做 也觉得过意不去 不过以后这种事情 不会再出现了 因为她是真的在 心疼所有的亲人 舅舅把钱硬塞给了大姨 并跟她说 以后这个家 还是要尝回来的 因为我们是 真真正正的亲姐弟 父母都不在了 二姐也不在了 这世上最亲的人 就是我们两个了 舅舅说完话 就重重地 把钱塞给了大姨 大姨抱着钱 一下子瘫软在地上 哭了起来 或许这些年的辛苦 在这一刻 再也不用紧绷着了 可以认认真真地 释放出来 其实给老人花多少钱 都无所谓 主要是 当自己的亲人 理解自己 支持自己的时候 这才是最让人 所破防的 更为关键的是 也确实如此 姥姥走了之后 娘家 对于大姨来说 就只有舅舅了 下面 请听另一则故事 跟男朋友 朱俊康说好了 这周末 要跟他回家 见父母 我特意回了趟家 拿了套上好的血验 和我爸收藏的 紫砂壶茶具 结果 朱俊康见 我就拎着这么点东西 嘀咕了句 拿不出手 我心里一堵 忍住没说 就这么点东西 已经是你一年年薪了 我们家不讲究 门当户对 但十分看重人品 所以 要不要跟朱俊康 有进一步的发展 我必然要先对他们家 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考察 朱俊康本身家境也不错 住的也是个 中高档的别墅区 车子还没到门口 就远远看到 他爸妈在门口迎接了 我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 刚才的不愉快 也消散了些 我把带来的血焰和茶具 交给叔叔阿姨 结果他们看都不看一眼 就放到了一边 笑着说 那玩意儿 家里多得是 接着 把一个厚厚的红包 交到我手上 说是见面礼 我礼貌性地 推举了一下之后 就大方地收下了 一进门 阿姨就往厨房的方向 喊了声 阿琳啊 你动作快一点 冥冥都到了 我往厨房看去 见一个挺着 大肚子的孕妇 在厨房忙活 我向朱俊康 投去询问的眼神 这是 哦 那是我大嫂 让大着肚子的孕妇 在那忙活 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不是说你嫂子怀孕 都七个月了 要不我们还是出去吃吧 别让嫂子忙活了 可朱俊康却说 没事 她都习惯了 然后拉着我到客厅坐下 叔叔阿姨对我很热情 尤其是阿姨 一直拉着我的手 说个不停 发现我面前连杯水都没有 又对着厨房里的嫂子喊话 阿琳啊 客人来了你怎么连杯茶都不知道道 哦 来了来了 嫂子忙端着一壶茶赶来 看到我心惊胆战 悄悄用手肘推了朱俊康一把 让她去帮嫂子 她依旧不以为然 挨压没事 她都习惯了 等坐到饭桌上时 我对她家人的印象分 已经几乎减到了负分 同时也对朱俊康有些失望 看着一桌子的好菜 我却毫无食欲 还有满满的罪恶感 正想叫嫂子赶紧坐下来一起吃 阿姨又叫她去把水果掀洗了 这样吃完饭我就能有水果吃 来不及开口阻止 嫂子又拖着肚子往厨房里去 虽然来之前妈妈叮嘱过我 不要主动地去做家务 但我实在忍受不了让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 为自己忙前忙后 我去帮帮阿康的大嫂吧 我刚站起身来 阿姨连忙拉着我的手 把我往椅子上按 不用 你吃你的 她都习惯了 可是 我还想说什么 就被朱俊康打断了 哎呀 不用管她 我嫂子就喜欢做这些 接着给我加了个鸡腿 说是大嫂的拿手好菜 叔叔阿姨一直担心我吃不惯 还问我要不要再加几个菜 我忙摆了摆手 说不用了 对了敏敏 听俊康说 你是个画画的 阿姨又加了个鸡翅到我碗里 我脸色有些不好的 看着鸡翅上粘着的饭粒 悄悄把她移到另一个碗里 是的阿姨 我是个画师 哎哟 画画能有几个钱 还是找个正经工作比较好 像俊康在周全科技上班 就很稳定 还是大起业脸 我尴尬地笑笑 不回话 那你爸妈呢 现在做什么 我想了想 他们现在每天都在家里种种花 喝喝茶 下下棋 偶尔出去捋个油 他们算是提前退休了吧 哦 无业啊 我听说你还有个哥哥的 是的 阿姨面色好像有些不满 冷场了一会 这时 大嫂切好了一叠水果出来 终于能坐下 跟大家一起吃饭了 筷子夹的菜 还没放进碗里 阿姨又喝了一声 阿林啊 苹果你都不削皮的呀 这都要偷懒呢 大嫂忙吃了口菜 又要端着切好的苹果去厨房 我立刻出声制止 阿姨 我挺喜欢吃不削皮的苹果的 苹果皮也有营养 因此 阿姨才没让大嫂去把苹果削皮 吃完饭 我跟男朋友说 我们一起帮嫂子收拾一下吧 她还是那句话 她都习惯了 然后硬拉着我回客厅坐下 我开玩笑地问了句 你大嫂真能干 我什么家务都不会 你会不会嫌弃我呀 她把我搂进怀里 没事 我大嫂刚嫁过来时 连开火都不会 现在什么都会了 等你嫁过来之后 该会得慢慢都会的 我心一凉 挣脱了她的怀抱 恰好阿姨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竟开始数落大嫂 阿林一开始很笨的 一个菜教了好几遍才学会 最主要是懒 现在怀孕七个月了 还说自己孕土闻不得油烟 我都生过两个孩子了 七个月哪里还会孕土吗 阿姨的声音大且尖锐 大嫂在厨房里 必然听得一清二楚 我强忍着不是 想到我的嫂嫂 现在八个月了 也还在孕土 医生说 每个人体质不同 更要注意休息 避免劳累才行 再看朱俊康的大嫂 从我进这个家开始 就一直忙个不停 阿姨又看着我说道 不过 明明你一看 就是个聪明的 以后学起来肯定很快 随即像想到什么 一拍手掌对我说道 明明啊 想要抓住一个男人 就要先抓住他的胃 要不我教你两个 俊康喜欢吃的菜吧 男朋友听了拍手叫好 好啊好啊 明明你学一下 我平常在市里 就超想念我妈做的茄盒 我冷了脸 礼貌和教养 让我强忍着不要发作 只说我不喜欢下厨房 结果阿姨还不依不饶 开始对我说教 哪有女人不会洗衣做饭的 总不能俊康在外面挣钱养家 你就在家什么也不干吧 朱俊康跟着附和 就是就是 我给你买四千多的T恤 给我做个饭怎么了 阿姨听了 差点从沙发上跳起来 你买件T恤四千块啊 我连忙解释 那是因为七夕的时候 她送我的 我也送了她一套四千多的PS5 因此阿姨才松了口气 但又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这样不行啊 这么不会持家 怎么过日子啊 你看俊康 年薪百万都没有那么大手大脚的 你又没个正经工作 以后还不是得靠俊康的收入 我们家虽然有点小钱 但是都很低调的 我一开了视线 因为她的钻石耳环 闪到我的眼睛了 那件四千多的T恤 不过是大牌里过季的打折款罢了 回去的路上 我一直闷闷不乐 决定开始重新审视 我和朱俊康是否能有未来 虽然说父母的观念不代表她 但今天的表现让我看到了 以前她没有在我面前展现过的一面 我一直知道她有些大男子主义 一开始甚至有些享受 她的大男子主义 比方说她不准我穿露胳膊露腿的衣服 不喜欢我在朋友圈发过于好看的照片 甚至连我抱着睡觉的玩偶 她都会吃醋 把她丢到飘窗的角落 我把这理解为吃醋 占有欲 还有点沉浸其中 可今天的种种 让我发现她也有女人 就该相夫教子 洗衣做饭的迂腐思想 朱俊康 如果以后我们结婚了 我能不能不洗衣做饭 可以呀 这些事我们请个保姆不就行了 她答应得爽快 我郁闷了一天的心情 瞬间死灰复燃 只是不过三秒 她又笑着补了句话 一盆冷水当头浇下 那你不给我朱家多生几个孩子 都说不过去 不然你哪有闲得住的理由 我错愕地看着她 突然觉得她跟一年多以前 追求我的那个男人 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那时我经常一画画 就忘了时间 忘了吃饭 她会拎着买好的食材 到我家做饭给我吃 吃完还会主动收拾好碗筷 会因为我皱一下眉头 就紧张得不行 也会因为我一句好吃 而开心一整天 有一次 我为了好看 初秋的晚上还非要穿一件漏肩连衣裙 结果冻得瑟瑟发抖 她那天虽然嘴上一直念叨我 却在我去一个洗手间的时间 就跑到附近商场 买了件又丑又暖和的外套 气喘吁吁地把外套披在我身上时 还气呼呼地说 下次再敢穿这么少 指定要教训我 接着把我拥进怀里 让我快速回暖 那天晚上回去我还是发烧了 她一夜未眠地照顾我 在医院里忙前忙后 连护士姐姐都说 羡慕我有个这么好的男朋友 后来我们同居了 时间长了她开始暴露本性 别说是做饭了 就是吃完的外卖盒 而垃圾桶就在旁边 她也懒得高抬贵手 把垃圾丢到垃圾桶里 脱下来的外套随手就丢 哪怕玄关处 房间里都有挂衣区 用马桶布掀盖 臭袜子攒着洗 看到家里一片狼藉了 反而问我 为什么不收拾 一开始 我试着理解她 想必是公司太忙了 她每天下班回家 也八九点了 许是太累了 我虽然不算太娇生惯养 不过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 也会简单地打扫一下 但是画画是需要投入的事情 于是我又开始叫终点工来帮忙 结果她还指责我浪费钱 我看着比之前粗糙了一些的手 突然醒悟过来 我一个从小食指不沾阳春水的人 好像真的在她的影响下 已经做了好一段时间的家务 我家老头要是知道了 怕是假牙都要惊掉了 回到家里 餐桌和茶几上 又都是吃完的零食包装袋 泡面碗表面的那层油都凝固了 我才回爸妈家住了两天 居然脏成这样 我正想骂她 结果看到她去翻我 挂在玄关处的包 快看看我妈给了你多少钱 我看着她拆开了那个红包 里面是整整一万元 面上放了张一块钱 她兴奋地对我说 那是万里挑一的意思 她爸妈肯定对我很满意 她把钱塞到我手里 就要往书房里走去 肯定是又打算去玩游戏 朱俊康先把这些垃圾收拾了 宝宝 我都开了一天的车了 你帮忙收一下吧 然后头也不回地钻进了书房 没一会就听到她 噼里啪啦敲键盘的声音 我无力地走到餐桌边 看着满桌脏乱 无从下手 木火越烧越旺 冲进书房 扯掉了她的耳机 去把外面垃圾收拾了 因为她游戏已经开始了 队友那边肯定能听到我的声音 她手忙脚乱地把麦克风关掉 有些恼羞成怒了 周知敏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今天一整天不知道在发什么脾气 就是把垃圾丢到垃圾桶的事 你动动手能怎么了 就不能善解人意一点 就是把垃圾丢到垃圾桶这么简单的事 你为什么当时不随手丢了 善解人意 委屈我自己让你开心吗 我们分手吧 她惊讶了一瞬 大概是没想到 我会因为这个跟她说分手 你跟我分手 就你整天待家里画两张破画症 那么几千几百的 错过了我 你还能找到我这样年薪百万的男朋友 呵 我无语地看着她 以前她老把年薪百万挂在嘴边 我觉得她只是臭屁了一些 原来是觉得她拿着百万的年薪 就是雄性动物里的高等生物了吗 况且我也不是普通的画师 而是原画设计师 设计的游戏人物版权费 就有几十万上百万 只是我一直没告诉过她 包括我的真实家境 她指着门外 示意我出去 你出去冷静冷静吧 我就当没听过这话 说完又坐回椅子上继续打游戏 我上前直接把电源拔了 她怒拍桌子 周知敏 不可掩饰地我被她吓了一大跳 浑身震了一下 从小到大 没人跟我发过这么大的脾气 我也是第一次 看到她如此怒目缘争的模样 我突然觉得很荒唐 笑自己愚蠢 居然才发现她的真面目 我把手里的钱砸她脸上 我看你家不过是想请个终生服侍你的保姆罢了 你也是 我握紧拳头 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 我今晚回我爸妈家 我们分手 给你一个星期时间搬出去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的公寓 那天晚上之后 我跟朱俊康三天没有联系 这三天里我总是忍不住回想 她追求我时和刚跟我在一起时的表现 我甚至想不起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已经习惯性地像个老妈子一样去照顾她 看到她大嫂在厨房里忙活 被呼来喝去的模样 我仿佛看到了我以后的缩影 不舍吗 有一点 但更多的是被欺骗的愤怒 我喜欢的是她伪装的那个她 我爸妈从小宠着我长大 不是为了让我给别人当保姆 或生娃工具的 这几天我在家里待着 陪我嫂嫂插花消遣 晚上有个商业宴会 因为我嫂嫂月份大了 不方便陪我哥出席 让我跟我哥一起赴宴 我从小比较佛系 不太爱出席这种聚会 所以进场之后 在我哥身边陪了一会 让在场女性明白 此人有主之后 打算找个地方歇着 我提着裙摆 打算去旁边卡座歇会 突然被人抓住了手腕 脚下的高跟鞋一个打滑 险些摔了 我稳住身子 看清了来人 居然是朱俊康 你怎么会来这 我们同时问出了这句话 我想挣脱她的禁锢 她却越抓越紧 你知不知道 那个周泽伟已经结婚了 原来跟我分手 就是要去当她的小三吗 她的嘴脸刻薄且自大 我再次扭动手腕 想要挣脱 她手劲越发收紧 很快我的手臂 因为血液不通 有些妈了 疼啊 我小声呼痛 她却不顾我喊疼 拉着我要往会场外走 刚走一步 她就被人拦住了去路 那个人目光落在我的手腕上 慢条丝里的 把手从裤袋里抽出来 擒住了朱俊康的手腕 肉眼可见的用力 朱俊康的手抖了一下 放开了我 你谁啊 那人嘴角微翘 看着我说 我是小公主的骑士 我一脸莫名 盯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陌生人 是觉得有些眼熟 朱俊康指着那人质问我 他又是谁 周知敏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原来是榜上大款了 才要跟我分手 我当即想还口 那陌生人就反呛了朱俊康 把你嘴巴放干净点 你们俩在一起不合适 简单来说 他双手抱毙 朝朱俊康迈一小步 朱俊康在他的气势面前 瞬间显得渺小 是你不配 他最后一个字落得很重 朱俊康被他朝脸 呸了一下 朱俊康耳根都红了 一把推胎那人 一副要打起来的架势 我们这边的动静一下 就吸引了宴会上的人 我哥见状更是快不朝我们走来 敏敏 发生什么事了 我哥看了看朱俊康 又看了看那位陌生人 沈明洛 你回国了 那个陌生人笑了一下 握拳撞了撞我哥的胸膛 还是你有良心 一眼就能认出我 说完还看了我一眼 仿佛在说我就是那个没良心的 我脑子里飞速回想着 好像是在哪听过这个名字 同时 关静叔也赶来朱俊康身边 自然地挽上了他的手臂 关切地问道 俊康 这是怎么了 关静叔是公司其中一位股东的女儿 也在周全科技任职 我们虽然认识 但不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好像是开发部的副部长 也就是朱俊康所在的那个部门 看着他们俩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静叔 你们 关静叔马上落落大方地向我们介绍 这是我的男朋友 朱俊康 朱俊康立马正开了他的手 对我解释 明宝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我想的哪样 不是背着我跟静叔在一起了 还是你无缝对接了静叔 我对朱俊康仅存的那点不舍 在这一刻 烟消云散 关静叔也反应过来了 推了朱俊康一把 朱俊康 你把话说清楚 朱俊康面红耳赤 看向我又看向关静叔 犹豫了一会 终究是选择了跟关静叔解释 宝宝 我跟他已经分手了 这里面有误会 静叔显然不相信他的鬼话 反而是看向我 我是三天前跟他提的分手 静叔文言怒了 反手甩了朱俊康一个耳光 你三天前才分手 可是你好几个月前就开始追求我了 你居然敢让我关静叔被小三 关静叔又想抬手给他一个耳光 被朱俊康握住了手腕 尽管关静叔是跆拳到黑带 但对比一个成年男人的力量 依然有些吃力 宝宝 你听我解释 其实我早就不喜欢他了 他连你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 只是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说分手 似乎害怕关静叔不相信 举起一只手发誓 我发誓 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根本没碰过他 关静叔一只手得以解脱 一副很受用的模样反问 真的吗 见关静叔语气软下来了 朱俊康连说好几个真的真的 结果被关静叔一个下勾拳 打倒在地上 我早就觉得你接近我不怀好意 但还是被你骗了 想必你是觉得我爸是公司高管 接近我好升职吧 我和关静叔相识一笑 我慢悠悠地走到朱俊康身边蹲下 他艰难地撑着身子坐起来 你宝宝可真多 你该不会是开幼儿园的吧 恐怕你还不知道 我其实是周全科技的千金吧 说完 看着他震惊的表情 我把手中的果汁 举到他的头顶上 当头淋下 清醒一点吧 朱俊康 我哥和那个叫沈明洛的一口同声 女人好可怕 朱俊康被我哥非常客气地请了出去 惊扰了宴会上的客人 我们一行人去跟举办人道了个歉 先行离开了会场 关静叔上车前 还对我道了个歉 说真的不知道朱俊康有女朋友 我拍了拍他的手臂安慰道 你道什么歉 都是那个朱俊康的错 送走关书镜后 我一转身 发现我哥已经不见了 只剩下沈明洛 我看了下四周 发现确实看不见我哥的踪影了 我哥呢 把你卖给我了 我盯着他的眉眼 总觉得有些熟悉 却就是想不起来 他叹了口气 神色有些受伤 大冬瓜 你不记得了 大冬瓜 我还吸葫芦呢 我正想迈开脚步 一段模糊的记忆 涌进我的脑海 有一次 我在幼儿园被欺负 是一个胖子保护了我 一屁股坐在欺负我的人身上 让我快跑 后来我说 他要是长得帅一些 简直就像保护公主的骑士 因为他长得胖 还是个锅盖头 于是我管他叫 大冬瓜 我转身看向他 他的脸和我记忆中的大冬瓜 慢慢吻合 他见我像是想起来了 展开笑颜 手在我头上揉了两下 还算有点良心 没真忘了我 我躲开了他的手 整理头顶被揉乱了的头发 这个人除了眉眼跟大冬瓜像 别的一点都不像 你该不会是整容抽枝了吧 他双手插兜 微微弯腰 你不知道胖子都是前力骨啊 他极为精致的脸 离我极近 我往后缩了一下 脸好像有些烫了 我猛地推开了他 你走开啊 来到停车场 发现我哥果真丢下我走了 这里又不好打车 我只能任命递上了沈明洛的车 我哥真是的 明知道我也要回家的 还丢下我 回家我一定要去嫂子面前告状 那是因为连你哥都知道 我喜欢你啊 这是表白吗 为什么这个人说得像讨论天气一样轻松 被突如其来的一记直球吓了一跳 我强装镇定 不予回应 结果他又来一记 我在国外为你守身如玉这么多年 没想到你居然谈恋爱了 谈也就算了 还谈了个这么差劲的 说这话的时候 他似乎还有些牙痒痒 不过没关系啊 现在我回来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了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说完还对我挑了下眉 我抱紧胳膊 抚平被他激起的鸡皮疙瘩 大哥 你好油啊 回到家之后 我发现朱俊康给我连发了几十条信息 和语音电话 无非就是说 什么他真正爱的就是我 是观景书一直在勾引他 还说如果没想跟我走下去的话 也不会带我回家见父母了之类的鬼话 我点了删除好友 删除前想起了什么 返回编辑了一条信息 我们已经分手 你马上搬走 然后删除拉黑 朱俊康尝试换好几个号码联系我 我也不嫌累 来一个拉黑一个 又过去了两天 打开微信 收到了一个好友申请 是朱俊康的大嫂 我以为又是朱俊康借别人的微信来找我 但我觉得不对劲 还是点了通过 验证刚通过 朱俊康大嫂就发了信息过来 林论你好 我是俊康的大嫂 我公公婆婆带着我老公 还有几个亲戚 去你家公司闹了 刚出发 我因为我和朱俊康分手的事 林论主要是因为周全把俊康炒了的事 林论我实在拦不住他们 周小姐 求你们不要追究我老公 我快生了 不能没有他 我心一沉 公司最近有一款游戏新上线 今天就是发布会 如果有人到门口聚众闹事 怕是有不好的影响 不确定事态将会发展成什么样之前 我不能做什么保证 我 谢谢你告诉我 我急忙跑下楼 恰好看到我哥准备出门 哥 朱俊康大嫂给我发信息 说朱俊康他妈妈和他哥要去周全闹事 我跑得着急 没注意楼梯口窜出来一个人 直接扑进了他的怀里 小公主 你慢点 是沈明洛 这几天他老往我家跑 我已经懒得修正他对我的称呼 焦急地看向我哥 我哥已经在跟助理打电话 让他吩咐保全部门 注意可疑人物 并且把媒体入口 先安排在侧门 然后我跟我哥一起上车去公司 沈明洛也坐了上来 你去做什么 我得保护你啊 但我们还是晚了一步 到公司门口时 就看到朱俊康爸妈 哥哥等一行人 在周全的大门口敲锣打鼓 朱俊康妈妈还跪在地上 哭喊着说周全公报私仇 滥用职权 朱俊康也站在不远处 满脸胡渣 很是颓废 来参加发布会的记者 拍个不停 一位保安想上前 把朱俊康妈妈拉起来 被我大声制止了 别动他 我哥赞赏地看了我一眼 表示认同我的做法 如果我们的人 对他们有任何肢体接触 说不定在他们口中 媒体的笔下 变成是我们暴力驱赶了 朱俊康妈妈一看到我 站起来猛地扑向我 好在有沈明洛挡在我跟前 沈明洛一个将近一米九的大个子 都被他推得身形一晃 媒体都认识我哥 纷纷扛着摄像机 举着麦克风围了过来 周总 这位女士控诉你们 集团有职场霸凌 漫用职权的现象 请问是确有此事吗 听说她是因为得罪了公司高层 遭此报复 请您回应一下 人群拥挤 闪光灯闪个不停 沈明洛护着我 挤出了人群 保安们尽力把记者拉开距离 我哥才得以喘息 我割离了李西庄 镇定自若地开始回答记者的问题 第一 朱俊康先生被我司开除的主要原因是 德性有亏 第二 经查时 朱俊康先生跟我司是有签订敬业协议的 但是在我司任职期间 他皆同行私活 有商业间谍的嫌疑 这一点 我们将保留调查和起诉的权第三 在朱俊康先生先有违约行为的前提下 我司只是做开除处理 可他的家人却不知好歹 因此闹事 所以我们打算 这起诉的权力不保留了 24小时内 朱俊康先生没收到周全科技的律师函 都是我们法务部的失职 我哥看向我 微笑了一下 示意我放心 朱俊康劈腿的是他一句带过 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和官警书 朱俊康妈妈听到要吃官司 故意拉了保安一把 然后自己摔到地上 哭喊到保安打人了 这一动作被人群外的我们看得一清二楚 我看了眼大门的斜上方的监控 走到朱俊康妈妈面前 我指着监控的方向 阿姨 你的所作所为都被拍下来了 碰瓷涉嫌敲诈 媒体们纷纷把摄像机 对着坐在地上的女人 她此刻狼狈不堪 还自导自演碰瓷 羞愤地用手臂挡着脸 朱俊康他哥上前护着自己妈妈 朱俊康也来到我跟前 敏敏 我们曾经也相爱过 一定要坐到这个地步吗 她还想拉我的手 我缩了一下藏在身后 沈明洛挡住我半个身子 她既受伤又悔恨 没想到你一直瞒着我 你也从未对我坦诚过 如果你早些告诉我 早些告诉你 好让你把戏做全套一些 我有些讽刺的反问 庆幸自己当初选择了隐瞒 否则都不知道 还要被她的假面目骗多久 朱俊康 你被周全开除的原因是皆同行私活 这是你自己犯下的错误 他对此无言以对 嘴巴张了张 还想说些什么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这场闹剧最终散去 因为聚众闹事 朱俊康一家被请到警局喝茶 公司的新游发布会继续举行 打点过媒体之后 今天的事反而给新游添了吧热度 虽然我和朱俊康的嫂子立场不同 但是如果没有她提前告知 我们没有及时赶到现场 可能现在满天飞的 都是周全科技欺压员工的传闻了 所以我在微信上 简单对她表示了感谢 并且说明只要朱家人后面 不要再对周全抹黑造谣 我们只会对朱俊康本人的失职 做法律追究 却没想到我和她的对话 被朱俊康的哥哥朱俊威看到了 凌晨三点 我被一阵铃声吵醒 是朱俊康的嫂子 电话里她虚弱地让我救救她 接着是一名护士接过了电话 说她现在在市医院 当我听到家暴两个字的时候 立刻从床上弹起来 慌忙套了件外套就往外跑 来到医院妇产科 很快就找到了朱俊康的嫂子沈林 毕竟整个妇产科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孕妇 也只有她一个了 她已经做过了产检 虽然有出血现象 但孩子暂时安全 现在在做外伤检查和包扎 我看着她肿了半边的脸 心里无比愤怒和自责 朱家人居然能对一个孕妇下此毒手 她说她是远嫁 在这边没有任何朋友 她老公发现她通风报信 任由婆婆一起把她打了 还被赶出了家门 她发现自己有出血的现象 在门口哭喊了很久 朱家人都不开门 还是自己打电话叫的救护车 但她身上身无分文 只好打电话给我 医院已经报过警 我们到了不久 警察也过来了 沈林一开始还犹豫 她担心万一朱俊威要跟她离婚 她以后带着孩子不好过 你是第一次被家暴吗 她目光闪躲 看来不是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你月份这么大了 他们都能下得去手 你还想给他们一家人 洗衣做饭一辈子吗 被我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和理性地劝说下 她才对警察和盘 拖出朱家人所做的一切 她告诉我 她以前也是个爱美的女孩子 从小被爸妈呵护着长大 朱俊威当年追求她时 也是万般呵护和疼爱 可是在结婚之后 却像变了个人似的 看着她因为做菜被烫得水泡 朱俊威非但不心疼她 还跟婆婆一起数落她太笨 之前因为劳累过度 小产过一次 小月子刚出婆婆 就迫不及待地催她怀第二胎 你确实笨 我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看清她家真面目之后还不跑 她家是有王位要继承 你想挣个皇后当当 她悲苦地笑着落泪 你不懂当初我不顾爸妈反对远嫁 我要是离婚了又没有收入 还得带着孩子回去投靠他们 他们肯定对我很失望 如果你爸妈知道他们呵护了半辈子的宝贝女儿 被这样欺负才是要对你失望 你离婚吧 等你孩子生下来养好身体 找不到工作 我也可以给你在周全安排一份文职工作 她泪眼婆娑地抬头看向我 眼中有星点西记 说到底 你是为她着想才跟我通风报信的 可她非但不领情 还家暴你一个孕妇 但也是因为你 让周全避免了一次舆论危机 我帮你也是应该的 我帮沈林通知了父母 并且帮他们订了当天的机票 来到荆州 同时 朱俊威和他妈妈 涉嫌故意伤害罪 又进了趟橘子 朱俊康和他爸跑来医院 想跟沈林求情 结果看到我也在病房 他似乎把这一切归咎到我身上 像一头发疯的野狗朝我扑来 都是因为你 沈明洛搂了我一把 把我护在身后 你胆敢动他一下 我不介意送你们一家去看守所里团聚 沈林是被家暴的孕妇 医院也加大了对该病房的看护 见有人来闹事 医生们都来堵住房门 不让朱俊康 他们进去 护士们通知了保安 很快朱俊康他们就都被赶了出去 我帮沈林找了最好的律师团队 顺利离婚并拿到了赔偿 告朱俊威和其母亲故意伤害罪的案子 也完美胜诉 而朱俊康因为违反敬业协议 还被查出倒卖原代码 侵犯了商业秘密罪 未免牢狱之灾 倾家荡产 又赔了一千多万 且他的履历被行业拉黑 他再也找不到 能令他引以为傲百万年薪的工作 只能进场拧螺丝去了 沈林随父母回了老家 孩子出生之后 还给我发来了宝宝的照片 是个长得像他的女宝宝 哥哥嫂嫂的孩子也出生了 他们作为新近父母 每天围着孩子忙活 我爸妈依旧每天种种花 喝喝茶 下下棋 偶尔出去旅个游 至于我 沈明洛 我警告你不要再叫我小公主了 我到商场给小侄子买点礼物 沈明洛非要跟着 因为成长环境的原因 他思想开放 说话直白 每说一句话 都巴不得把我挂在嘴边 明明是一个近一米九的大个子 却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追着我喊小公主 所有人都以为 我们是在打情骂俏 他还一脸骄傲 只有我巴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如果你在这么叫我 我就永远不理你 他像一只受伤的大狗狗 神情无辜地点点头 只不过没过一会儿 他又看到了什么新奇的东西 对我大喊 小甜心 你看 周围路人都无嘴 看着我偷笑 偏偏沈明洛还在我身后 叫个不停 我宛如孙悟空附体 烦死了 阔步往商场外走去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biblical版讯工 宮诶 比众 E coś 或者